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 这边说到说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时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在这里要第一件事情思想的就是 这是第一代教会所选出来的执事 但是选出司提反 司提反这位执事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管理饭时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跟总务 跟这个联谊可能比较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当他们要选一个执事 只是来管理饭时的时候 但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位执事 必须是有好名声 而且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选执事 我们会觉得传道部的执事需要属灵 成人主日学这方面的执事也需要属灵 因为都跟传福音跟讲解圣经有关系 好像觉得做总务只不过是管理饭时 也需要圣灵充满吗 要这么严格吗 他只不过是管理总务方面的工作呀 有的教会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就看见 使徒行传第一代的执事 所有的执事 必须是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也是要能够了解 在教会当中做执事 不论你是哪一个部门的执事 你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装备 乃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如此才不会在教会许多的事工上 从执事的身上先出问题 这是我们从司提反 我们所看见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 神怎么样使用司提反 还有他身上圣灵大能的工作 在第八节里面提到说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迹等等 这么一来当然当时的长老和文士 是容不下他的 可是第十节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 那么抵挡不住呢 就买出人来 要来毁谤 要来陷害司提反 因此呢 就把他抓到工会去了 我们可以看第六章的十五节 在工会里面的时候 作者的人都定睛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司提反的面貌 好像天使一样 而司提反在整个的工会里面 他传讲神的道 而且他把西伯来人 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 从历史一一的来叙述 并且也指出当时人的罪 因此到了第七章的五十四节 我们看见 众人听见这话 不是悔改 是极其恼怒 变本加厉 然后呢 就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可是我们就看见 司提反跟这些人 一个对比的现象 五十五节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他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他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可是司提反越是这样 这些人越是可怕的 要置他于死地 我们看见这个两个强烈的对比 五十七节 众人就大声喊叫 污着耳朵 齐心涌上前去 他们这也很齐心 五十八节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我们从司提反的被害 我们看见圣灵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 第一 圣灵在司提反的身上 使他大有能力传讲神的道 并且在救药死亡来临的时候 他是这样从容就义 从他的身上 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 然而同样的事 有如我刚才所说的 圣灵一样在这些悖逆的人身上做工 做了什么工呢 叫这些人看不见 看不见神的荣耀 看不见神的工作 同样一个场景 我们看见这样的经文 我们觉得震撼 可是在当时的现场 为什么他们看见圣灵 在司提反身上所做的工作 看见司提反 他似乎是看见了天 看见了神 可是他们却不受感动 不但不受感动 他们的心更加的要置司提反于死地 这让我想到哥林多后书 第二章十六节 这一段经文是保罗所说的 保罗说神的道 仿佛基督的香气 这个香气 在活的人身上叫人活 在死的人身上叫人死 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乃是说神的道 永远都是新香之道 而对于听得下去的人 愿意领受的人 这样的人得生 但是同样是神的道 却有的人就是因为是神的道 所以显出他里面的悖逆 因此司提反的见证 也让我们看见 让那些悖逆的人 更加显出神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看不见 看不见神的道 仿佛保罗所说的 基督的香气 在死的人身上叫人死 那么我们再来看见 当司提反受难的时候 扫罗在司提反的旁边 扫罗他喜爱司提反受害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扫罗当他看见司提反是这样 从容就义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已经深深的被福音所影响 扫罗自己并不知道 可是这一幕司提反的训道 使扫罗心里面 后来产生那个爆炸性的福音的大能 这乃是圣灵的工作 这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司提反看起来 他是被乱石所砸死的 可是就在他死亡的过程当中 神奇妙的 那个让人因着福音得着力量 得生的这一件工作 也同样在进行 因此我们看见 当司提反临死的时候 也是看见一个生命 荣耀的结束了 死亡了 但同时扫罗这个荣耀的生命 神也在他心里面 放下了福音的种子 这个生命才正要开始 来荣耀神的名 我们也一样 要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当中 得激励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 不顺利 我们传福音 人不愿意信 我们传福音 有很多的困苦和挫败 但是 神一样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愿意靠着上帝 而当福音在人的身上 所做的工作 我们是没有办法 在当时能够来知道 能够来评估的 就像扫罗 福音在他的心里 已经种下了种子 也愿神这样子的来 鼓励我们 使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不怕艰难 我们看见的 永远是神自己的荣耀 就好像尸体版 即便死亡临近了 他仍然是这样子 为着神福音的缘故 摆上自己的生命 他死了 而扫罗属灵的生命诞生了 我们感谢神 愿神也这样来鼓励我们 今天我们的信息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